艾滋病的情况在宾州不是数以最高的一个周数 当然最高的周数是数以雪兰额 不过在宾城也不数以是很低的 应该是第九或者是第十个周数 可是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的艾滋病患者的病情 从那些白粉共同用一个针筒的传染的方法 转到去心爱的方法了 在2000年过后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我们宾州 越来越多不是在公同使用针筒而得到的艾滋病 而是从心爱方面 那么这个心爱方面传染的管道 越来越多就是同性念病患者 在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大概超过14%到15%是从同性念 不用那些安全套 然后不保持自己用一个比较安全的性行为方法的管道而中到艾滋病者的感染 那么目前为止 我们的情况在我的中心已经是有差不多超过3000位病人 已经接受治疗过程 那么当然这个数目是其实是笼统上已经是正在下降着 每一年所报到以上的新病患者已经是越来越少 可是还是属于不受控制的状况下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能知道 能明白感染于艾滋病患的管道 是心爱和使用共同的针筒 所以如果能的话 请大家保持不要使用危险性的心爱方面的行为 还有不要再共同针筒 就是如此 感谢观看